老师好 我现在点到这四年一班 当我点四年一班的时候呢 右边就会告诉我这三个影片 右边有多少人已经参加学习记录 这边有26个完成的部分 你看见吗 哦 那我点开来 当我点开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所有学生学习记录 这里 这里点开来 那我再点一个进来 点进来以后呢 我就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状况在这里 开放性问答啦 这里 这边有一个功能叫reset 叫他重达的意思 哦在这里 来我们再回上一页 我们再看一下再回上一页 我再点这个 比较多的看一下 这个 四年一班这个 这个聚嘴鸟这个 这学生的测验在这里 40分钟前 那我这边把展开来 这里 哦这里呢有个开放性问答 各位看见吗 这里 哦这是选择题啦 这里没有开放性问答 如果是开放性问答 这边呢我可以 看着他的答案 然后这边可以打自己的分数 你看见吗 所以对于老师来讲 来我们再回这里 ED puzzle首页 第一个 点进班级 如果是选择题 他会自己改 好那我刚开放性问答 这边 看起来我们刚没有把它做完 来这里 点开来的时候呢 点每一个 当我点进来的时候 这边就可以看到 学生的答题状况 就可以看得见 哦 重新整理一下 这里 这里可以看见在这里 下面这位 哦这里来 看一下这个 没有回答 所以没答到这边 我也没办法给 给答案 你看啊 这里呢就开放性的问题 如果是学生打了 你可以根据他的答案 这边可以打分数 那打完分数呢 哦这边自动做统计 那因为没有答题啦 所以这边影片看了20% 那做过一次 两个问题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